大家好 我是進步教師同盟的陳慧堅 我是進步教師同盟的馮世權 阿權 其實香港物質生活豐富 很多人都會有平板電腦 又或者是一些可以上網的手機 隨時隨地都可以上網玩遊戲和看電影 不過其實科技產品是否可以幫我們解決一切問題 其實大家知道這樣是不是的 因為我們現代人生活太方便 所有事情都可以隨時用科技去解決 但這種方便某程度上會令我們 對於一些事情的本意 或者本身做它的目標而忘記了 那又是 其實好像父母帶小孩出去吃飯 其實小孩沒有耐性 爬兩口飯 然後就飽了 不想再吃 就希望玩 然後父母很多時候會隨手拿一部智能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塞給小孩你自己玩 然後就以為自己可以安心吃飯 或者繼續跟朋友風花雪月 其實手提電話 或者平板電腦的藍光 是會傷到小孩眼睛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其實對於小孩來說 內心和專注 是很需要父母的悉心教導 如果父母一看到他扭手 就直接給他一部電子產品 其實到最後他會學不到 情況就像寶寶一樣 他一哭來就塞個奶嘴給他 算數 其實不會了解到他的需要 其實對於小孩來說 如何明白人際溝通的內心 和相處之間的專注是非常之重要 那倒是 其實小朋友他們坐不定 都是希望父母注意他們 可以和他們聊聊天 這樣增進親子關係 其實多好呢 即使要玩 一架車仔 一個公仔 一張紙 一支筆 其實對於小孩的成長和發展 是有更積極性的幫助的 當然了 我們不是說 所有家長都不應該給小孩用電子產品 但就算用 其實我們都可以和小孩定立口頭協議 例如 什麼時候可以玩 什麼時候不可以玩 每次玩多久 而且最重要 是要令到小孩可以準時地歸還 這樣就可以訓練到小孩的責任感 以及建立到親子之間的承諾和信任 科技的確令到我們的生活非常舒適 不過一講到親子關係和小孩的發展 我們一定要多花心思 畢竟為人父母是一個沒有Take Two的畢生事業